大家好,监房實錄 上一集,我們請了一位懲教署退休的幫班 上來和我們分享一下關於懲教署職員的心態 吳Sir在這裏多謝吳Sir上一次有兩集 給了我們很寶貴的意見 亦分享了在懲教署裏面的職員 萬一你這麼不幸,真的要坐牢的時候 要面對懲教署的職員,如何相處 如何對待他們 這一集仍然說回懲教署的職員 有幾個懲教署的單位 不是單位,就是部門 以前我也有說 但是我希望在這一個系列 講懲教署職員的系列裡面 是講得詳細一點 因為可能對於大家都是有用的 第一個就是押戒組 押戒組 當大家這麼不幸在法庭被宣判有罪的時候 如果是裁判司處的是由警察看管 停警是警察來的 但是在區域法院 即是地院和高院 都是由懲教署的職員 做押戒 是做停警的 我們叫做停警 我們叫做停警 如果這麼不幸在裁判處被機壓 警察就會拿你去法庭的拘留室 俗稱我們的臭隔 俗稱臭隔 會等候懲教署的押戒組 就會將你交給懲教署的押戒組的職員 然後押戒組就會載到黎智國 而在區域法院或者高院 就不用了 因為懲教署是停警 當他拿到法庭的首領 法庭的拘留領 這個判令 他就有權把你直接拘押 然後就帶回你去黎智國 押戒組 就是懲教署的一個比較重要的部門 所有的運輸 運輸犯人 運輸犯人 和運輸一些物料 其實押戒組不只是押犯人 所有的運輸 運輸物料 在監房裡有些貨物料 物資 運到那個監房 都是由運輸組、押戒組去處理 當然 中間有輕重之分 專門負責押戒犯人的組別 當然是比較嚴肅 因為這個是保安問題 是保安問題 押戒組的車 我之前也有提過 我們叫做CatA車 即是一些重犯 譬如說以前的賊王 賊王葉繼歡 他就是用一些叫CatA車 只有一輛車 可能只是運輸一個犯人 CatA車裡面好像有幾個囚倉 CatA車的保護 密封程度是很嚴重的 以及出CatA車 拯救處的押戒組 是會通知警察 通知警察 由警察 派出一些鐵馬 即是交通警 或者一些輔助的軍裝警員 是會綁住犯人去上庭 或者在庭上回到監獄 大家可以在新聞片中看到 有些甚至乎是河霜實彈 有些警察 好像賊王葉繼歡 上庭就真的 插頭盔 戴雷冥燈 守住 這是押戒組 所以要警察幫忙 懲戒組是否有槍 其實一般來說是沒有槍 懲戒組的職員 少不免都不會使用槍械 除非在炮流位 一些高設防監獄 例如赤柱 在我做職員的時候 會有這些崗位 一個赤柱是四方形的 好像有六個或八個炮流位 要在上面當席 拿著雷冥燈 整間就在那裡守住 但是懲戒組的職員 包括押戒組 絕少絕少會使用槍械 如果需要更高的保安 會找警察 會找警察 而在押戒組使用的工具 手扣 跟一般警察所使用的手扣 是不同的 懲戒組所使用的手扣 是重很多的 那個 不是那麼容易被破壞 當然警察的手扣也不容易破壞 但是懲戒組的押戒組 我們稱之為押戒組 基本上是很重的鋼水造 沒錯 還有在 犯人的一些輕度押戒 是會使用索帶的 這個我不太詳細了 這個押戒組 大家是不會很容易 大家是不會經常接觸到的 只是上庭 只是上庭的時候才會接觸到的 在籌車 那個職員一定要指定你坐哪裏 你就要坐哪裏 沒有自己選擇位 通常你在籌車 你出出入入 如果有人看著 這個懲戒組職員會問你 需不需要有口罩 你可以舉手 我需要有口罩 沒有免法 我想是不適用於 監房 監房是經常都可以戴口罩的 因為監房是一個密集的地方 容易傳染病 比較是... 口罩是經常都可以提供到的 押戒組大概就是這樣 押戒組當然還有船 還有CATA車之外 其他普通的籌車有大有小 特別的地方就是有船 押戒船好像只有一隻 叫鳳凰號 在我做懲戒組職員的時候 好像叫鳳凰號 我沒有搭過 我沒有搭過 而鳳凰號除了押戒 以前押戒犯人 現在我不知道 好像現在換了一隻新船 好像比較... 先進一點 那麼... 還有現在的... 處於離島的監獄 好像只剩下喜寧州 芝麻灣就倒閉了 好像只剩下喜寧州 喜寧州一定要搭船 一定是經過碼頭的 現在在大嶼山的... 監獄譬如說石壁 唐福 都好像是用陸路 應該是用車來做押戒 畢竟... 坐車比較方便 坐船很複雜的 坐船很複雜的 坐船... 好像上了船之後 就一定要解手扣 坐車不是的 坐車在車上 這些都是大手扣的 無論如何 押戒組 押戒組 大家的接觸不會太多 一次起 兩次子 這麼不幸 如果看到是押戒組 不過有一件事 如果你是... 有些要求 譬如說 監獄是要保護... 譬如判了刑 好像我這樣 判了刑的時候 我曾經是懲教署職員 你要報告給懲教署職員聽 你是可以跟押戒組職員說的 押戒組職員收到你的訊息 例子國之無防 或者回到當所屬的監獄 就會跟監獄裏面的保安去說 這樣就會適當地處理 押戒組其實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那些警察都挺... 都挺... 都挺... 在押戒的過程 其實都... 其實都很輕鬆的 甚至乎有事 有說有笑 那些職員都在那裡吹水 那樣... 他偶爾又可以... 可能聊一下你聊天 不過 有一件事就是 上庭的時候 他們很嚴肅的 沒錯 上法庭的時候他們很嚴肅的 他們一上到法庭 就不會怎麼說話的了 當他帶到你去... 當法庭拘留了之後 他就會放你去囚室 那你懷戒組接到... 懷戒組接到這個犯人之後 就會進行搜查 要你脫下所有衣服 再簡單的身體檢查 看看你有沒有一些遺禁物品 那這些都是壓戒組的職員做的 壓戒組的職員是... 那個總部好像是... 是勵志國的 壓戒組的職員是勵志國的 壓戒組是回中班的 就不是回左班、野班 壓戒組是沒有野班的 而壓戒組的職員 基本上是中班 回早上九晚五 他們基本上可以在勵志國下班 好過你在赤柱下班 好過你在離島下班 都很輕鬆 他們的心情都很輕鬆 就不會說是對於那些犯人 是兇實惡殺 不會的 他只是一件事 就是確保你 在他的監管之下 完成他的程序 程序包括由法庭去到監獄 或者是監獄去到法庭 OK? 如果是這麼不幸 你在間隔的途中 有要求 譬如說想去廁所 通常他在壓你上庭的時候 或者是由監獄壓上庭的時候 或者是在法庭壓回監獄 如果車程比較長的話 他就會問你 你需不需要去廁所 你快點去廁所 否則中途是比較複雜的 不會有廁所給你去的 大家注意一下 也不希望大家可以 有一個機會 真的坐到籌車 坐籌車是有一番滋味的 為什麼呢? 看著的籌車 其實籌車裡面 其實是一個監獄 籌車是受監管的範圍 所以嚴格來說是監獄 當你透過籌車的鐵槍 看到外面的自由世界 是變有一番滋味的 還有就是 有些的 譬如說是 大濫 或者以前的東頭 他們會是 有 一些奇數 我們知道是奇數 去一些洗衣工場 就是離開監獄的 一大班的囚犯 離開監獄 去一個工場去做事 都是由 額戒組的人員 不過這些額戒組的人員 就不是說 正正式式的額戒組 那些叫做運輸組 會是負責去處理這些 我們叫做運輸 叫做transportation的東西 大概就是這樣 這一節比較短一點 下一節比較詳細一點 就是我們講醫院 醫院 醫務組 女士化碼座 罵卡